你好,我是李安 前两天气温比较高,很热 所以就很想吃西瓜 去年疫情,我们在家里都没有出去买过一只西瓜吃 今天早上我到超市去买西瓜 就想起了大概四五年前的一件事 我们平时买西瓜都是要拍拍这个拍拍那个 听听响声 因为西瓜是看不到它熟了还是没熟的 要拍,要听那个西瓜的声音 才能基本上判断可能熟了可能没熟 四五年前我跟新人到Costco去买西瓜 那个上面写个牌子讲不准拍西瓜 我就突然就觉得是不是只有中国人拍西瓜 仔细看了一下周围的美国人 美国人是不拍西瓜的 就是挑选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大小 拿着就走的 但是中国人肯定不会 中国人都要拍的 我看的是只有亚洲人才会在那里拍西瓜 自从看了这个牌子以后 我每次上超市买西瓜的时候就特别注意 我很小锦销声位 我也尽量不去拍 有的时候专模作样的看一下 有的时候也不小心也会去拍一下 今天早上在超市里面没冷住 又拍了几个 这个由此这件事我就想起了 这是不是这个中美文化的不同 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美国人不拍的 因为他们不会听 我不想把这件事上升为中西文化的不同 但是由这件事我确实想到了 以前发生的几件事 那么第一件事就是发生在我在美国 参加工作不久 有一天中午吃完饭 就接到一个email email就是我们的大老板发出来的 这个email讲什么的 讲他的那个女儿 参加了这个教堂一个女孩子的俱乐部 他们这个女孩子的这个俱乐部呢 要一起到佛罗里达州去完成一个mission 就是教堂里的老师带他们去的 那么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捐一点款 支持他女儿到这个佛罗里达州去 就是他自己也是讲 每个人要是如果能捐十块钱的话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大家的 他是大老板嘛 那么我们大家也都捐对吧 一个人十块钱也没有多少钱 就捐给他 他后来还给我们汇报一下 讲谢谢大家捐款 他的女儿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 那个多余的款就支援那些 没有捐到钱的孩子 我看到这个东西 我有点震惊 我就想的 不是在中国的话 这个小孩要那个有什么活动 不就是妈妈要多少钱 其实也要不了多少钱 我估计大概就是这个四五百块钱 就足够了 往返的嘛 就主要是机票的钱 对不对 我就在这里想 我想这要是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中国的话 那父母亲就会讲 哎呦你要去啊去没事啊 我全部给你钱 肯定是这样的 对吧 我想想看如果这个事发生在我的女儿身上的话 我肯定是就全包了 我想给你钱 再给你一点零花钱 再给你一点买这个礼物的钱 我都全部都给他了 我就不会讲是要到单位上去去拉赞助这种形式 你通过这件事啊 我就想到中庆文化是这样的不同 对吧 中国的父母的话 我就直接把钱就给你了 你还要上门去挨家挨户的去拉捐款 那我全部给你的话 不就全部都完事了吗 这也没有多少钱 我也不是出不起对吧 所以说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呢 慢慢的我就理解了 这是为什么 这个是真是培养小孩的一种这个能力的这个方式 那么第二件事呢 就发生在大概十年前 我参加当时我工作的那个公司 一个training 这一天呢正好就讲到 怎么怎么以人相处的这个问题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怎么说话的 他这样说 他说有一天早上我跟我太太两个人都要准备出门上班了 我太太买了穿一件新衣服走到我面前问 亲爱的 我穿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啊 显不显胖啊 我是这样回答我太太的 我说 哈尼你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 他就这样讲 我听完这个答案以后是 我心里面是就咯噔一下 在午餐的时候 大家在一起聊天 我就挑了一个他旁边的位置坐下来 我就说 那个我有一点不明白 我就这样说 如果你的老婆穿的那件衣服真的好胖 你也会这样说吗 他讲会 我也会这样说 我绝对不会是他太太这种人的 同事之间你可以跟他说 你穿这个衣服很好看 哪怕是不好看 你都不要说不好看 这个是肯定我会这样做的 他就穿的单位上了 你讲他不好看的话 那不是一 人家一天都好沮丧吗 对不对 在职场上面 这么多年 慢慢已经习惯了美国人的做法 同时我也觉得 美国人也是这样对我的 因为我不管穿了一件什么贵的衣服 对不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